五四运动以1919年为分界线 头80年按照革命的形态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 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后30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后30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按照革命的形态来划分 近代分成这么两个阶段 那么在这两个阶段当中 在这两个阶段当中 如果我们按照朝代来划分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来划分的话 以1912年为分界线的话 它是分成两个朝代的 1840到1911年 仍然是在清王朝统治下 从1912年到1949年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也就是民国元年 1912年 民国1912年是民国元年到49年 民国38年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终结 然后如果说两个朝代 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话 那么按照政府的组织结构来划分 清王朝就是清政府 不用说了 民国它是分了两半 1927年 作为这个分界 民国元年到民国16年 12年到27年 民国元年到民国16年 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北洋政府 27年到49年 那就是说民国16年 那就是说民国16年到民国38年 统治中国的是国民政府 是国民政府 所以这个大家看 就是说我们了解中国的这个近代 我们说中国近代 指的是这110年 这110年